Hello 欢迎大家又来到松仔松太戀的谈谈 昨天我们话说有一些兔子 想说猫 有一位去世的香港人 有九只兔子 就是要领养的 结果就出人意表地快 基本上在我出这个呼吁的时候 那些兔子就已经全数被领养了 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生活 但是领养的朋友要注意 千万不要就将它遗弃 因为这些兔子说真的 其实不容易养的 你不要看它小小的 当它是仓树 其实不可以的 里面也有很多心思 很多心机 很多人都会养死的 包括我和松太在内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养了 就要悉心照顾小动物 究竟今天要和大家说些什么 事不宜遲 我们立刻去片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松仔仔 又是我松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 哎呀 我比你弄得很暖 其实这个channel是说什么的 我记得他经常都是暖的 那这个channel是叫松仔暖的什么 哈哈哈哈 你少东倒就认真点 老师依然都是依然来的嘛 那又是喔 我很怕没有饭吃的嘛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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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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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话说大家看片的时间 就是一年里面最没意思的一个节日 就是这个情人节 没错了,2月14号 这个日子对于英国人来说 是非常有意义的 因为就跟母亲节,父亲节,儿童节是一样 没得放假,但是要花钱 这个是节日里面最最悲惨的情况 你给一个节日,首先你怎么判断节日 对,没错,要有假放的 没有假放的那些就不是节日 那些是节日而已 就是好像你去一个主题餐厅 是一个主题,纯粹给你一个借口去花钱 我今天就示范人,真是示范人 就搜索一下,究竟情人节 在英国究竟有多久历史 就是在香港就可能是殖民地年代就开始了 因为比较感染西方色彩 所以可能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人 开始庆祝情人节了 但我相信在香港其实真的有人庆祝这个节日 要去花钱吃竹竿晚餐 我想差不多要去到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才有 但英国原来十七世纪 十七世纪开始那些人已经庆祝情人节了 这个非常之厉害 英国人真的很有空 在这方面 anyway 我今天不是想说祝情人节的 而是想说复活节的 哦,真的吗? 对啊,为什么要说复活节? 这个有假放的啊 有假放的才是节日 其实安复活节呢 是近乎中式节日多一些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复活节年年都不同时间的嘛 是的 不是固定的嘛 一定是星期五和星期日的 好像农历新年那样 要看定那个月哪一日是星期五还是星期六 它才会放那个复活节的嘛 所以就没有固定一天 大家都永远都不知道究竟哪一日是复活节 大概啊,大概啊 就在四月那五上下啦 但是就永远都不知道是哪一日的 那话说呢 英国就很流行 很早就放一些复活蛋出来买的 现在已经有了 是的 不,甚至乎有人说 颠到呢 是圣诞未过 就是平安夜都未平安 他就已经放好复活蛋出来的 现在那些supermarket呢 是用这个这样的促销方法 是越来越退得早 是啊 可能呢 就暑假 因为暑假已经听到人 是放圣诞节的装饰 没错 很夸张的 可能这头 还先过Halloween啊 对啊 Halloween都没有 Halloween也是另外一个这样的节日来的 也是用来花钱的 没有家放 但是就逼你出去开派对的那些日子 那话说呢 在这个Telvet区呢 就有一个大盗 哇 这个大盗厉害了 他走去偷了20万只 是20万只 你没听错 20万只复活蛋 蛤? 是20万只 但是呢 他是偷Cadbury那一只 Cadbury那一只呢 就是黄黄的 蓝蓝的 红红的 石纸包装 里面甜到 甜到 真的要说错误 甜到扑街那一只 OK 很甜的 我小时候很喜欢的 嗯 但是真的 那一只 那一只 打那么甜到呢 你吃完一只呢 你是 我想那一晚都不用吃饭的了 有些人知道的 拿去炸的 你有没有听过 炸Creamic? 是啊 就是沾点粉 然后放下去炸 说起炸呢 大家不知道 知道吗 在英国的Fish and Chip Shop 那些叫鱼条铺 里面呢 曾经有一道隐藏菜式的 就是这个Better Mask Bar 什么叫Better Mask Bar呢 就是不是好一点的 Mask Bar 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好一点的 Mask Bar 有条差一点的 Pura Mask Bar 我第一次听就是这样的 感觉 Can I have a better Mask Bar? All Mask Bar are as good as themselves There is no better ones What? You want a bigger one? Better Mask Bar 对了 就是沾了粉炸的Mask Bar 那么曾经很多年前 那些鱼条泡 是会帮别人炸Mask Bar的 他自己带一条过来 就叫鱼条泡帮它炸 就收回一点点钱 但是后来 那些鱼条泡就不肯做了 因为那条Mask Bar 如果一旦Better 穿了 那些浆穿了 那些巧克力就流到 整缸油都是这样 整缸油都不用了 对 他说我送一条Mask Bar 麻烦你不要烦我 那以前曾经有一道菜 叫做Better Mask Bar 那我吃过的 OK的 是的 一条可以抵两餐 Hot attacking butter 是会通向天堂的食品 你吃多两条 应该会心臟病发 根据这个 Westmercia Police 发放的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这个被誉为 英国史上 英国历史上 最大规模的一次 这个偷复活蛋的罪犯 就是 所以这个Westmercia Police 就组成了全英国 最大规模的 这个复活蛋 布获的这个行动 Easter Egg Hunt 对了 UK biggest Easter Egg Hunt 你现在才跟我说 妈咪今年有没有Easter Egg Hunt 有啊 有啊 警察 赢了是有20万只蛋的 OK 真的捉到啊 对了 捉了一个32岁的男人 他是不是在这里吃 就 整嘴都是 一直有些纸 一直有些纸在后面留下 咦 有一张 这里有一张 接着就捉到他了 一定是这样 除非不是 那么说完一宗搞笑新闻之后 那么说了另外一宗 在英国住的朋友 应该都很关心的 就是关于我们要使用的这个电费 那么电费呢 就虽然听闻 就是这个能源价格 就开始下跌了 但是我们的电费呢 是还没感受到的 是的 完全感受不到有跌的迹象 但是在这个痛苦的期间之下 大家都出尽法宝想如何省电 但是呢 原来有一样东西 是大家应该会想漏了 还有可能根本没想过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近这个报纸 Express 和Lancashian News 都有说的 就是原来呢 在这个水里面的矿物质呢 是会严重影响你使用的电费的多与少 一年的总额 可以高大 但是差价是500磅 这么多? 是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就话说 英国的这个水 就有分 很硬的水 硬硬的水 硬的水 还有没有那么硬的水 对了 你不要想着我说软水是没有的 OK? 英国是没有软水的 又没有那么硬的水 OK? 所以呢 如果你是住在一些很硬的水那些地方 是 那会有一些表征的 就是譬如 你那个浴室的时间 你会发现你那个浴室 如果是用那些玻璃浴瓶 或者是塑胶浴瓶 上面经常一层东西 这样 一层白色的东西 盯着一层东西 然后呢 你那些浴室的砖上面 都会有很多 又黑又白又白又黑 好像你经常滴牙膏 拆牙的牙膏不停滴下来 然后干了 然后抹不掉 然后如果你是用电浴室的话 电浴室的浴室头上面 也会积满了 那一堆这样的Lime Scale 有水冻的地方 对了 尤其最严重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你煲的水煲 水煲上面 水煲里面那个圈 哇 积满了一层 我记得我们在Bristol 住的那间屋 很严重 对了 就不是硬硬的了 是吃了位移缸的硬的那些水 非常硬 周围都是那个Lime Scale 都是最硬的 对吧 我想起来不是 我住过这么多一间 没有一个男人敢说 那里的水是最硬的 对不对 所以我只能够说 Next 很硬 就不能够说是最硬 但是它就硬到我有点头痛了 是的 因为那个水煲 经常是很多Lime Scale Lime Scale除了会令到你的东西看起来很骯髒之外 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弊处 就是会令到你那个导电的能力降低 那如果你的水煲日 香港人喝水的习惯呢 就是天天煲水的嘛 是的 天天都会煲了水 然后才喝的 那么我曾经被人问我 我说你都你在这里住20年 你会不会 走去打个水喉就这样喝水呢 会 然后我说是 我是会的 没错 我已经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传统的香港人来的了 会 我是会的 会了很多年了 我是来读书的时候 很快就习惯了这件事 因为它可以完全临尼尽致地发挥我的懒 因为以前在Bording House 你是没办法 就是长期会找个煲了水来喝的 是的 也没有过滤水气的 那么你口渴怎么唯有就是喝水喉水 这是唯一的方法 它是习惯到连回香港都想开了水喉就喝 然后哎呀 不 你多了个想字 我是直接有这样做过 然后喝完才发现是不行的 所以我不可以去印度旅行 如果是的话我应该是会霍乱回来的 那么专家建议 如果你的水煲 就是你长期你家里的水到很硬的话 你的水煲应该最少每一个月就需要清洁一次 去清除Lime Scale的 因为Lime Scale一个月里面的积序 就已经可以达到差不多3个毫米厚 而3个毫米厚的Lime Scale 就已经可以将你的能源Efficiency降低25% 那么多? 就是Equivalent to一年500磅的额外电费 所以是很夸张 所以让你加入那些什么什么Scheme 什么Peak Time不要用洗衣机 那些是来得紧急的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做一个除Lime Scale的动作 也可以教一个很方便简单的方法怎样做 其实是用一些温和少少的酸 Mild Acid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Mild Acid 一些温和少少的酸 是这样译的 对不对 那怎样做一些温和少少的酸呢 听到好像很多范学名词那样 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是少少的柠檬汁 嗯 少少的白醋 白醋 再加点水 混在一起 对了 三碗水 三碗水煮一碗水 然后倒了 是真的倒 倒到那个煲里面 倒到那个煲里面 就让它浸一个小时左右 浸完之后再清洁 那理论上Lime Scale就可以除去大部分了 另外如果你真的很硬的话 这个地方 它就建议大家可能去投资一个软水器 但是你不要问我去哪里买 因为我已经很多年没住在硬水的地方了 我知道Costco也有些泥水器卖的 有 也有些就这样一次性的 放在你的花灑头 或者放在水龙喉头那里 一块东西 一块东西放在泥水 但是那些呢 泥水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而且它是一次性的 你买完要换 买完要换 要买液 那喝方面 脱不脱头发 这个其实还是一个迷 也没有一个证实 你喝硬水就等于脱头发 那这些都是坊间用来 卖生发水广告的一些借口而已 那我觉得呢 其实住在英国 本身就已经会脱头发的了 你看看周街那些有钱人 你留意一下 是真的 我给你听 你可能没有留意过 松太发言的 什么 凡是在英国 开贵的开篷车的男人 都是没头发的 十个九个都是没头发的 不信你出街看一看 虽然我知道冬天应该难忘一点点 夏天的时候你找些时间留意一下 真的 是真珠都没那么真的 所以这个代表是一个什么信息呢 你要有钱 你先要脱头发 好了 接着那宗新闻呢 就要讲讲那些骗案了 哇 现在那些骗案呢 大家都知道 很猖狂 很多了 形形种种 形形形形式式都有的 我亦收到很多个留言 回来跟我说 宋仔 幸好你有提过那种 如果不是 我就会中招的了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 也不少 有几十个人 回来订阅 是因为我说过 那一类的骗案 所以他才能防备到 或者他才能够认识到 那些骗案 那你就不要太理想了 可能我说得不够早 你可能早坐中那样东西 Anyway 最近 我的群里面 就有很多人在传 一些电话号码 就不断有人 放电话号码 上一群里问 喂 这个电话号码 你们有没有见过 他们不断打电话来给我 那我自己 就收得最多的诈骗电话 就是那些什么大使馆 什么快递服务 但是是讲中文的 其实讲中文 英国邮政局 但是讲中文 你讲中文 我已经不会相信你了 是不是 在英国你跟我讲中文 你是不是有东西 因为没可能 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公司 除非你是一间 真是一间 讲中文的公司找你 你可能没有服务 否则它是没有可能 讲中文的 什么DHL 什么FedEx 那些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如果任何跟你讲中文 说你有快递 要接那些 一概可以吸线就可以了 另外就有很多是 撞了车之后 跟你讲赔偿的问题 就是那些电话 这类电话 现在就很多香港人中招 为什么 因为香港人很多 在英国都经常发生交通意外 久不久 基本上每一个星期 我都会在不同的渠道 听到有不同的香港人 在不同的场合 是撞了不同的车 所以呢 这一件事 香港人可能真的比较容易中招 因为他会打电话来 然后就会问你 最近是不是有 involved在一些车车里面 那他最近呢 是个key word 因为最近是什么时候 上个月算不算是最近 上两个月算不算是最近 去年是不是最近 那你自己如果是有撞过车的话 你就会声虚的了 对吧 你会不会关我事的呢 是不是真的在说我呢 会不会我的电松公司打来呢 是 我可以告诉你大家听 这一类型的电话 几乎 几乎100% 都是假的 就算他是真的 你都不可以听 直接剪线 你打回你的电松公司来问 因为如果不是 你的电松公司来的 一概不需要理的 就算你现在真的 involved在一个accident里面 你都不需要理的 最近今天呢 我收到另外一种电话 嗯 那这种电话呢 就开始在英国蔓延的 嗯 就是呢 他是真人接听 是 打来 他背景很吵的 背景就好像是 好像call center 好像call center 是 那他打来呢 就说他是 什么什么公司 我都不太听得清楚 他说什么公司 永远他说得很快 令到你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是什么口音啊 本地口音 本地人口音 英国人口音 然后呢 他就告诉我 你这辆Diesel车呢 就可以 可以 claim claim 钱啊 就是可以 是的 就可以 就问这个政府 索偿 或者是问公司 索偿 那究竟是索偿什么呢 其实有一个故事的 就是在大概 十年八载前呢 那么英国政府就非常之鼓励大家是开这个Diesel车 开柴油车 原因是说 柴油车呢 那个理数好 你又省油啦 那而且对环境也都好 因为现在呢 柴油的技术进步了 那就可以和这个电油的排气量差不多 甚至乎更低 那么政府带头积极鼓励 大家是转这个柴油车 我也转了 是的 那么就全民转柴油车 包括我和松太两个呢 买的车呢 都是Diesel的 的而且确非常之限油 非常之好用 动力也都很足够 是的 那而且因为 其实英国柴油是比Petro 贵少少 一向贵少少的 但是内用一点嘛 但是它内用程度 是差不多Petro的 三四十个percent 那所以呢 算回来的长数 都是划算的 都是划算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几年呢 英国政府就开始禁Diesel车 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除了因为要变电车之外 就是在大概 六七年前左右 就这个Volkswagen Group Audi Volkswagen 他们那个大车group 就出现了一个 极大的丑闻 全欧洲 最大的汽车丑闻 就是原来他们的排放量数字 全部是做假的 是全部啊 几乎啊 因为我不能够100% 是全部的 OK 很多 很多很多都是做假 就骗得很紧要 那总之被人踢爆了之后 原来说政府也跟他们有关系 整个是一个骗局来的 所以之后政府紧急 就要去扭转这件事 所有人都不可以开Diesel车了 那就变了 不知2016年之前的Diesel车 现在入城就要付钱了 尽量就逼你转回Petro 或者是电车的 那之后呢 就因为我们是一些受骗的受害者 对不对 所以就出来了很多类似包揽诉讼的物体 就有些公司就take up这些case 然后就说他帮你代表你去申诉这些公司 就问他取回赔偿 因为我被骗 被骗 那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就算他有多少个理由可以告诉你 可以帮你拿钱也好 你直接听到Diesel车的字 已经可以按了收线键 直接切线就可以了 因为我可以跟你说 There is no frog That big will jump around on the road in the well 没有那么大个甲子是会随街跳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考虑这件事 另外根据Telegraph最新的报导 英国政府是已经决定了 在2030年开始 所有的电油车和柴油车都已经不准买了 二手车可以的 不可以全新买 全新的车一定要是电车 或者它有一个 contingency 或者你要是可以用只是纯电 或者是完全零排放的能源 是可以跑到一定的距离 那就是可能它那些什么 Hydrogen fuel cell 那些都可以的 或者你用水可以推动它 都可以的 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人发明用水可以推动的那些 听闻90年代 是有人发明了的 我亦都看过一条片是用水可以制造高强度的火焰的 但是听闻那种人就神秘地被某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者做的 这个是全民都市传说 不能够确定 总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就没有水的动力作为一个汽车能源 Anyway 去到2030年 大家都不需要妄想会有任何汽油车或者柴油车在市面上全新发售的 到时应该一定是电车 我相信不需要等到2030年 应该2025年前后 其实已经会绝职的了 好 说起骗案 最近有一宗骗案 就发生在我和宋太太身上 而这个骗案我到今时今日都没办法100%肯定他真的是骗案 但是我是极度怀疑他是骗案 而我曾经一度是觉得自己是差点被他骗了的 那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 话说在前一两个星期左右 那我公司就收到一封不明来历的信 通常来得的信都是不明来历的 公司收到的信 无非都是问你拿钱的 给钱 没有其他东西的 就算你个人也是 在英国我最恨就是收信的 一收信就是问你拿钱 特别是啡色的 特别是啡色的 DVLA 政府寄来那些 那我就收到一封手写的信 那就是抬头你看到他写着 加加凶的 然后上面的名字才是引起我注意的地方 YUN CHEN 我是不懂谁叫YUN CHEN的 OK 而且就算是YUN也好 他是串错了 YUN应该是Y U E N 但是他是串了Y E U A 他有一封sign for 的信 大家留意这个信封 他除了手写信给我 他这个邮票 是需要两磅多 这里写着 这里看到 两磅三十五 去寄这封信 嗯 所以他是一封很赞本的信 引起我高度的注意 因为作为骗子的话 没有理由是会用一个 先付出 对了 先付出就等回报的嘛 这么白痴的事都会做的 那好了 我进去那封信的内容看看 这个就是那封信 那我就遮了一些敏感的资料 对不对 他抬头就写着 2月10号2023年的信 今天我们出这条片 都只是2月13号 说的是一两天的时间 突然间上面出现了 四组invoice的数字 那我放大一点点 每一组都是三百七十五磅 但是就完全没有说 究竟我是欠他三百七十五磅的什么 是什么 首先名字不同 不关我事 我公司也没有人叫怨青 完全是没有这个人存在 那总共说我欠他一千五百磅 再看看 以invoice的日子很特别 10月31号 11月30号 12月31号 1月31号 全部都是月底 对啊 就似乎是 好像出粮金 对啊 出粮金 难道我欠他粮金 不记得出 对啊 我没有一个同事叫Yun Chen 好乖哦 然后在下面就写了那些文字 就说 Yun Chen I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这个冤又不同刚才那个冤 对啊 不同寸法 I have been instructed to initiate legal proceedings for recovery of your outstanding debt as detailed above Court proceeding will be instigated if payment has not been received within the next two days 两天啊大佬 喂有些什么 payment是会 你一寄信来我要两天内就要处理的 你还比政府凶 政府都给你七天时间 头七天半假 然后十四天你不交才会再出信给你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叫我 Respond immediately 如果 Legal proceeding 是issue的话呢 You may incur additional costs 还有additional的罚款 If the judgment is obtained It will be recorded on public record and may affect your ability to obtain credit in the future 哇 还会影响我credit 好大件事 我真的很害怕 他还有account number 这些出来 我不怕介意公开account number 反正是不是我的 完全不关我事 我看过这家叫TreeX Limited的公司 这家TreeX Limited的公司 其实就是抬头去这一处 realize这家公司 我已经上去查过的了 但是呢 他的register的地址 这个地址 就是最底的 95 Elwich London England 这个地址 是不存在的 存在的地址 反而是最底最底 写着company registration 然后office 还有owner的名字 那些东西是存在的 嗯 但是呢 这个Alan McAfee 和这个finance director 是完全找不到的 我们上去google 搜索过 关于他这家公司的资料 首先呢 如果是一个debt collector 即是在英国 如果他是一个 收数的 收数佬 他就不会是 那家公司 自己变成收数佬 譬如 如果你是我的客人 你欠我钱 OK 我加加胸来追你数 我就不会 现在突然间 摇身一变成为了 一个追数公司 他就写到 好像自己一个追数公司 是的 即是加加胸 追数公司变成了 你不是买楼的吗 怎么变成追数的呢 这个是第一个疑点 第二个疑点呢 就是他的信呢 其实呢 如果你认真一点看呢 因为我用正本来看的时间呢 他是一个影印copy 你现在其实是在一张照片里看到的 你看到一个框框的 你看到一个框框 框着里面有一封信 还要呢 里面那些字呢 即里面那些行数呢 你看到是不直的 就是有些歪 有些斜了的 感觉上呢 就好像是一封勒索信一样 就是呢 在不同的报纸上 剪不同的字 粘在一起 然后再拍照 然后刷出来 那个感觉就是这样的 那么上网去找的一间公司 一间TreeX Limited 那他就是一间 什么公司 Data Processing 是的 Data Processing 即是他是负责数据储存的公司 Residential的Data Processing 是的 那么跟S-Day Agent 是有 只是有那个字 S-Day Agent的Data Processing 但是这类型的东西 跟我是完全零关系的 是的 所以我之后 就是经过一轮的调查 我就都很肯定 我应该是被骗的 是的 他这一个应该是一封 是钓鱼的信件 是的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我开始看到 我都是担心的 因为你始终公司有很多东西出 很多东西进 呆呆呆呆 是的 有很多不同的Business Associates 你会遇到很多不同的公司 你完全 no idea 一个375 某一个这么普遍的数字 你是没办法联想到 它究竟是什么的 但是如果你是定期要收的东西 有什么理由 我会不记得的 几个月前开始不给 然后你要追我这几个月的数呢 因为我这几个月都没有出过这一条数 你没有 是的 所以整件事就令到我非常之怀疑 但是我给大家听 这类型的信件 其实不常见的 它做到这个地步 其实就很恐怖了 因为 因为众资的机会性是很高的 你需要有一个很敏锐的触觉 去做一些深入的调查 你才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是原来它可能是有一个问题在里面 而不是跟你真的有关系 因为如果我直接去找这家公司 去打电话 首先它是没有一个网络的 它完全没有网络 我只是在一些 类似LinkedIn 或者是别人的网络里面 介绍它这个公司的时候 找到一些部分information 说它公司是做什么的 实际上它是连一个网络 告诉你它自己是做什么 我都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类型你就要很小心 但是同时之间 它那些 还有一件事 我忘记了说 我另外最肯定它为什么不是 一个真实的公司 就是它的币号码和它的缩络 我是即时打进去这个电话APP 即是那些banking transfer的APP 你在英国所有银行都有的 你打进去 它的名字 它告诉你它的全名 它的缩络 它的币号码 按出来 对不对的 如果是不对的 最少都是close match的 一般以我这么多年做生意的经验 你怎样都是最少都close match 不会完全不 match的 它打进去 它告诉你它找不到记录 它直接找不到这个名字 它就问你是否投资 其实基本上它已经回答你了 所以如果大家看到这类型 有币号码在这里 要你付钱的信 或者这些文件 第一件事 你将它的币号码 打进去你的banking 那个APP里面 查一查 究竟有没有这间公司存在 是不是这个名字 就是对这个币号码 这是第一个 clue 你付钱之前是不是都要开了那个 那个user 你才可以付钱 你订阅了那个payee 你才可以付钱 所以之前就有一些苦主 说他用revolute 过贡 他就没有对到那个名字 他都照样给他过 因为原来revolute 那个80千的 protection 就不是在revolute 你那个current account那里的 它只是在vote里面 是有那个80千的 protection的 所以你那些钱 就这样放在revolute的币号 就这样随时拿来用 随时可以转账的话 你不见revolute 一概不会负责的 除非你是特别用 去vote那个service 那个夹慢的service 把那些钱放在那个vote里面 他才有那个保障给你 而且在英国过数 是不需要那个名队 就算没有名 他都照样可以过的 不过这个depend我的金额 当然如果你是十几二十千 二十千 三十千 一个大的数目 银行就有权 freeze你account 就freeze了你 直接是不让你过这个数 或者是冻结你的户口 然后再去深入一些问题 但一般来说 这些几百磅 千多磅 他就未必会这样做的 但不对名 整天有account 把和缩曲 你都可以过了数 去对方那里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小心 你收到这些信 一定要严厌 去找出 他里面有些什么破绽 有些什么问题 因为我收到的时间 我都觉得他是没问题的 但是 我是觉得有问题的 首先我是一个很抗拒 我对一些完全不知道的数 我很抗拒付出的 OK 我明明没有欠过人的钱 你干嘛说我欠你钱 我心里面 怎样都是一个反抗的元素 其实我找到那家 Treex Limited 最近那家是 Treex.be 什么be 就是在Belgium 就是他有网站 有 但就是Belgium的网站 是的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道 我的 business 是没有覆盖任何Belgium的 这么厉害吗 是的 跨国企业 欧洲共同看市场 是的 很厉害 大家如果收到这些信件 这些欠钱的信件 你不要第一件事 就打电话去 他信件提供的资料 或者去email也好 去电话也好 因为你打得去问他 他一定会告诉你 是的 就是我们 我们追隐利数 你千万不要这么傻 你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 独立的方法 去找出这家公司的资料 和他信里面的资料 是不是相符的 这个才是最稳定的做法 而且如果你真的不确定自己有没有欠他钱 你又真的很想知道 究竟我有没有搞错这件事 其实他的账号号 他的公司名字 你都可以打电话去银行查询 他也可以转嫁去验团队 验团队的人 应该都可以给到一些专业的意见 你去确认 究竟有没有这些真实的公司存在 始终现在骗徒的手法 真是层出不穷 这一宗 是我最近遇到最精密的部署 即是我看到自己也会下一次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这类型 无论你是自己有公司也好 你是个人去trading的也好 又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在家里收到一封信 他都有方法是用不同的途径 去博取你对这封信的信任 然后从而向你骗钱 好了 这一集的时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要like、share、subscribe 按一下小铃 那就知道我下次什么时候出片 明天再和大家见 拜拜